六祖堂经的课程 我们继续再跟大家做分享 请大家回到二十二页 经文二十二页 后面倒数第三行 圣知识 莫文无说空 便记着空 第一莫着空 莫空心静坐 记着无记空 善知识 世界虚空能还万物设向 日月星树山和大地 泉源西建草木丛林 恶人善法恶法善法 天堂地狱一切大海虚拟珠山 总在空中 世人信空亦不如是 善知识 自信能含万法是大 万法在诸人心中 若见一切人 二知与善 尽皆不娶不舍 一步懒着 心如虚空 明知为大 古约磨合 这一段的一段的意思呢 这个是 卫林大师呢 有开始 对着与会的大众说 各位善知识啊 你们呢 不要听我说空 然后呢 就要执着于空啊 首先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不要着空 一般我们众生呢 说有就走有 说空就走空啊 所以前面是讲波瑞 这个空的一个智慧 因此呢 卫林大师呢 怕大家要执着于这个空间啊 因此呢 他就说呢 最重要的切剥 执着于空啊 然后他就说呢 好比你们啊 在打坐 打坐就说什么 身空 心也空 一切都空 就是世间人讲的 读过金刚经座 读过心间说 金刚经都讲空 什么都空 那个空 跟这个空是不一样的 那个空是什么 头脑空空的空 那个是不对的 所以呢 什么都不想的静坐 这不是空啊 这个叫无际空 无际空是什么状态呢 就像那个石头一样 石头他也空了啊 他也什么都不想了 所以如果你说 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空 那就是打坐的话 那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要知道啊 佛法的空 是什么 是空中 含有妙有的存在 在真空当中 是含有妙有的存在 不是所谓的空无的空 就好比大家去商店啊 大家都可以去买东西嘛 然后包装上 都会写着真空包装啊 各位啊 如果那个东西里面是真空的 请问你会买吗 你买一个里面没有东西的物品回来 那你要做什么 如果你是要去买食物 食物里面写着真空包装 那你买一个空回来 那如何吃呢 所以就意思就是真空里面是有东西的 不是没有 但是我们一听到真空 听到空 就是什么都没有的 那个就是错误的之间啊 所以打坐也不是说空 就什么都不想 它是错误的 那你如果说这样子的 就是修行 那我们这些桌子椅子 比你还要修行 它一坐 可以坐几十年几百年都不动 那你能够坐那么久不动吗 不可能吧 所以什么 你说这就是修行 那你应该去向这些石头椅子顶礼了 拜祂为师就好了 因为祂颅颅不动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大家学佛当中 智慧一定要把它理清楚 才不会呢 坐于这个空无的空 然后大师又讲 善知识啊 就像宇宙世界的虚空一样 在虚空中呢 是能够包含万物的 所以空虚空的当中 包含一切的色相 那在这个虚空当中有什么 太阳 月亮 星星 高山 江河 大地 山泉 小溪 还有呢 花草树木 森林啊 坏人 好人 恶法 善法 天堂 地狱 等种种啊 包括一切的大海 或者是所谓的庙高山 虚拟山的意思 就是叫做庙高山 这是很高 很大 很奇妙的一座 这个山 叫虚拟山 叫庙高山 那我们呢 像地球上最大的呢 就是什么 喜马拉雅山 全部的这些呢 都包含在什么 空之中 在虚空之中 所以因为呢 如此才说什么 真空才能够含藏这些万物 如果没有这些的空 那么呢 这些东西是装不了的 同样的我们肚子不空 就装不了食物 所以呢 空了才能够有这个因缘 可能有容纳 这种种的万事万物 那一般人呢 他现在讲的 刚刚就讲外在的 现在是讲自信里面 内在的 一般人的自信 也就像是什么 虚空一样 我们众生的自信 也像虚空一样 可以包含万流 然后呢 不生这个分别 我们的自信 也能够什么 含长万流 而且也能够不生分别 因此呢 自信能够清静 自信才是清静 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的佛性 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一切现在的烦恼 或者是智慧 慈悲心 柔软心 禅定的心 也都是从什么 从个自信的心 所变现出来的 所以一切都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要去理解的 善知识 自信啊 能包含万法 因为自信能包含万法 所以什么 才称为大 才称为叫做大 那万法呢 就在各位的自信当中 一切的万法也在我们的自信当中 并没有这个失去 因此才说呢 心包太虚 心包太虚 亮灼杀戒 所以我们的心呢 真的是呢 非常广大 所以我们老和尚常开始 我们要什么 扩展信量 扩展信量 让你的心念能够无限的无远佛戒 能够无有边界的话呢 那么呢 这就是什么 心虚空骗法戒 而且呢 万法是归一心 我们一切的万法都是归一心 一心呢 要归哪里呢 归到真空的自信里面 所以心本身也是无所得 无所处 因此呢 这个心 还要回归到实相的自信当中 十法界呢 真的都在一心 不管是圣 或者是凡 一切都是从心所生 心生就变现种种的法出来 你心真正清净 如实的话呢 那如如不动 这个就真的是佛性 那你要一个利益众生的心 要去行菩萨道 这个就是菩萨真心 菩萨心 那你觉得啊 世间太苦了 自己赶快修行 了生死 自己成阿罗汉 这就是罗汉心 那其他的贪嗔痴慢疑 那就是三二道的心 所以一切把实法界 就是从你的心去分别 那你念佛心 念阿弥陀佛 那你的心就是阿弥陀佛的心 你念观心菩萨 就是观音菩萨的心 大悲心 所以什么 都是看你的心想什么 就变现什么出来 那心灭 则种种法就消失了 你的心不生灭的话 那一切法也就不存在 所以修行 要如能够什么 修到有那个电力 把心 让它安住下来 让它不再起妄念 但是你是什么 安住在那个年镜当中 安住在那个清静当中 而不是什么都不想的空 这是不对的 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理解清楚 那如果看见一切所有人 包括坏人或者是好人 均没有欢喜或是讨厌的分别 也不可执着 不可以执着 心就像是虚空 因为心本身就像虚空 是清静没有污染 你能够真的把心这样子做 这个叫做大 所以悟名说叫广大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心 如果你一点点事情 人事物 你就看不破放不下 那你的心就变成小 就很小 所以我们说小心言 小心言就是这样 你心量那么小 一点点事情你就那么过爱放不下 那你还谈修行吗 那真的就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要真的去还行 所以这就是说 这个心就太可惜了 本来是三千大千 世界虚空法界这样子大 结果你为一点点小事情放不下 那你的心就像是这样 针一样 针头一样 那么一点点 所以这是可惜的 所以总括上面这一句 整段的意思 我们用我的一个诗迹来说 你就是 参禅犹如处虚空 我们修行打坐就像处在虚空当中 不假造作不施工 修行其实本身就不需要你去什么 用功去作义 它本来就是清净的 你只要知道虚空本身就是清净的 只要你不去起心动念 不去懒卓 只是看着它 观察着它 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怎么不假造作不施工 那你能够像刚刚前面的 慧能大师手开示我们的 你能够如此的用心去体会的话呢 慧得原来无一物啊 法法道统 理相通 你能够去看见这个新的实相 如实的去观照 然后你在做的时候就是什么 原来就是这样子 不需要去刻意 去做什么想法 念什么火或者什么 那你就如实的看着它 知道心 让它这样子的清净 不起心 不动念 就是这样的观照 那你就是什么 你就是跟这个诸法的实相 就欺怒了 所以这是什么 这个叫顿悟法门 顿悟法门是不需要你再去用功的 你用功那就又是什么 又溜入左向的用功 头上又叫按头 你的头本来就存在 你要在上面再按一个头 那当然就是困扰了 所以这禅宗讲的是 告诉你是这样子 但是有的人听一听 又不要误会 说这样子那什么都不用做 就完全放空 那你又制作空了 是你要去观照它 看住自己 原来心念是本来最清净 所以我只是清楚的知道 心念清净 然后就在那边 观照的这样子 不去做任何功夫 然后你有起心动力 一个念头起来 妄想起来 你就告诉他 哦 你又起来了 知道它起来 那你不管它 它就会消失了 你不要想 哎呀 一起妄念 就把他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想把他压死 那你又是什么 又是起烦恼 所以你要知道它的实相 本身就是来 本身就是去 所以什么 心念是无助的 它本性都是空 所以烦恼本来是空 菩提本来也是空 一切都是空 只是你起心动力 那就是有 所以你不必 根本就不必去 想要去享福它 它自己就会消失的 你不用赶它 它自己也会走 那如果你去执走它 它就走不了了 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所以这一点让大家能够了解 你能够这样子的去思维 那你就了解前面这一段的意思 就是这样子 接着我们再看后面的文章 善知识 迷人口说 智责心形 又有迷人 空行静坐 百无所思 自称为大 此一辈人 不可 与语 为邪见故 善知识 心量广大 遍拙法界 用计寥寥分明 应用便知一切 一切既依 依既一切 去来自有 心体无知 既是拨略 善知识 一切拨略自 皆从自信而生 不从外入 莫错用意 名为 真性自用 一真一切真 心量大事 不省小道 可莫终日说空 心中不修此行 恰是凡人 自称国王 终不可得 非无弟子 这一段就告诉我们 慧能大事又说 各位有知识 有智慧的 甚至是 迷人 迷失的人 只知道口说 迷雾的人 迷失的人 只知道口说 变成什么 口头禅 但是呢 他却不去实践 这叫做迷失的人 有智慧的人呢 就真正懂得什么 从内心的起心动念处 去修 去观照 修行的人 修行的人真的是要在心上去看你的起心动念 另外呢 又有一些没智慧的迷人 整天在那里做什么事呢 在那边空心静坐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什么都不想 然后就说这就是什么 大 这就是大的境界 你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 叫做这个境界很高 很大 其实这些就是落入顽空的错误之见 就已经落入邪知邪见了 因此对这些人呢 不必跟这种人讲佛法道理 不用去跟他谈论佛法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已经什么 邪知邪见了 他的观念已经错误 不是佛法所讲的正知正见 因此可以不用理他 这个不是不慈悲 这不是佛法要度众生 不是 你理他 他用邪知邪见跟你辩论 那三天三月 你还是没办法转变他的知见 所以因此说 不用说 好比你对着一个喝醉酒的人讲话 他已经毛了 他已经醉了 在那边 根本不是天然地别的 你去跟他讲 哎呀你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佛法是这样子 他根本听不懂 所以你在讲什么道理 他根本不懂 而且你越讲 或许他又越生气 所以意思是这样子 错误邪界的人 就像是跟喝醉酒的 是一样的 所以你不用去管他 等到他因缘 具足了 自己清醒的话 观念正确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 再去跟他探讨佛法 这样他才能够听得进去 所以慈悲 不是没有智慧 不是说 为什么 为了要度众生 就一直去度 那是不对的 所以要关机斗教 所以佛法讲的 杯子是要装 双运 慈悲要有 但是你要拿智慧出来 你没有拿智慧 花了三天三月去度他 度不到他 结果你又起翻 因为他不听你讲 还跟你在那边如 所以什么 你最后都退道心了 所以这是不必要的 所以佛法讲 随缘度重 但是重点是 要看他是什么 时机因缘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 同样的道理 那刚刚这一段重点 就是在说 如果什么都不想 就是打坐的话 那一样 就跟桌子 椅子 石头 木头 他们也是一样 很有修行 他境界很大 因为他也什么都不想 他也是在打坐 所以这一点 是我们要了解 不是说 百无所思 就是打坐 这个就是 着玩空的 邪子 邪剑 所以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了解 打坐 是不起心动念 文静坐 是真的要不起心动念 但是要有觉知 观照的觉性 你有这个看着 他的这个 观照力 那这个就是 不是空了 那你如果 连这个观照的 这个觉性都不见 那就真的是什么 叫做虚无的 着那个 着那个无念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佛林大师又说 各位有智慧的人 心量广大 是什么 心量广大 是周遍法界的 近虚空遍法界 而法界是什么 是无所不包的 一切人事物 都在法界之中 心的作用 它是什么 能够寥寥分明 心的作用是什么 是能够寥寥分明 好比镜子 我们都知道 大家都可以照镜子 好比镜子 物来折现 有人 来到镜子前面 是男人 或者是女人 他都什么 你只要站在镜子前面 镜子就会显现 一切的 这些在他前面的人事物 那勿去则空 人一走开之后 人离开镜子 镜子不会因为 刚刚来照的人 哇 这个人是美女 长得很美 哇 这个男生好帅 帅哥 然后就执着他的影像 不会 所以什么 镜子就像是什么 就像是我们虚空 心念 本质清静 物来折现 物去则空 所以他不会有所执着 所以不执着 他有什么 又回归到镜空 所以在镜空当中 他可以变现成妙有 那妙有呢 又是不是永恒的有 他又在回归镜空 所以就是一直在空有空有 镜空生妙有 妙有又归镜空 所以这个就是真实的实相 心的妙用 也是一样了知一切的 我们的心的妙用 也是知道一切 知道一 就是一切 而且一切 也都是一样 所以呢 他知道自性能生万法 然后万法最后 也是回归自性 而且他还说呢 镜子啊 一面镜子 能够照到千万人 一面镜子 如果他在 有很多人机会 你看他一个镜子照下去 可以什么 收射千万人 在他镜子当中 那么呢 这个 千万人的影子 能够在镜子中显现 但是人一离开镜子 或者镜子一拿开 这些人完全又消失 镜子又回归镜空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心的妙用 也是一样 你信念 不起经动念的时候 信念可以像虚空一样 广大无边 但是你要起妙用的时候 他可以变现 千万种 所以这是什么 叫做不可思议 所以你才知道 我们说自信的妙用 真的是 不可思不可以 那自信呢 它是什么 去何来 它也都是自由的 心的本体 是没有任何的 什么 制色不通的 心的这个本体 它是什么 实相里面 是真空的 它没有任何的 什么 阻色不通 不会有任何的障碍的 那如果有不通 就是不明了 如果你能够不能够通达 那就是不明了 那能够明了一切呢 就是智慧 你能够真正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的话 那真的就是通达 所以叫做大智慧 那你能 心有不明了 有制色 那个就叫愚痴了 所以这有不同 那这就是什么 能够真正通达一切 没有任何的障碍 这就是波略的智慧 这就是波略的大智慧 所以波略智慧 无所不通 就像是佛一样 佛成佛道的时候 问什么 都能够打什么 你问佛过去 无量 百千节以前 什么事情 佛头也能够告诉你 你问现在 问未来 全部都能够知道 都打得出来 这才是叫做佛 所以有人要称他说 我是已经开悟 我成佛了 那你就可以问他 我十辈子以前 我是在哪里 我是什么人 一百辈子以后 我又在哪里 我做什么 一万节以后 我又是什么 你可以去问他吗 如果他真的是成佛 具有一切种之 他可以一清二楚地告诉你 如果他嗯啊啊 打不出来 那这个佛不是真佛 是假佛 这是真实的 佛头是这样子被考验过来 被检视的 所以佛才什么 具有一切种之 所以他的智慧是什么 无所不知 没有任何障碍 就像这里所讲的 所以什么 这才是真正的成佛 所以因此什么 这都是我们的招妖镜啊 在末法时代 太多人了 为了名文利养 他什么都可以说出来 所以如果你没有用这种招妖镜 用这个佛法的名镜 去对峙的话 那到时候你呢 被骗的话 是我们自己的语词啊 所以我们听过那么多佛法 这么多的道理 我们还不懂得用 那真的就是很可惜的 所以真正的佛 是什么 是具有这个大智慧的 所以成佛道 是有一切种之的 那我们呢 佛法讲 体相用 体呢 就是什么 指 这个本性的真空 体我们讲 宇宙的本体 本体就是我们这个自性 本性的真空 又叫礼物 那这个本体呢 它是如鲁不动 这个本体呢 它是如鲁不动 不生不灭 是本质清净的 也就是我们的什么 自性 那相用呢 相用是什么呢 相用就是指我们的本心 刚刚前面的是本性 是什么 是体 是真空 现在的本性 本心 前面是本性 现在是本心 本心就是指妙有 又叫做室有 就像我们呢 我们如果有那个本心的话呢 就有具有智慧 就具有智慧 我们才能够懂得修行 因为我们的本心的妙用 所以我们能够吃饭睡觉 也能够走路 这些都是什么 神通 妙用 这都是我们本性的作用 因此呢 传中的大摩祖师 说 佛性 就是我们这个佛心 佛性 它的妙用呢 在口能说 在嘴巴它能够讲话 在眼能看 在耳朵能听 在说的话 它能够抓东西 在腿它能够跑 所以这一切一切 包括现在大家在听 坐在这里 能听 能看 这都是你的佛性的作用 这个叫做妙有 那如果没有了 这个佛性的妙有 那我们呢 就只不过是一句实施 死人跟佛人的差异在哪里 就是你的佛性妙用 有在作用 那如果离了这个佛性 离开你的时候 那么你的身体 就是一个真正的臭皮囊 一个物质体而已 所以这点我们就比较了解 所以你能够看能够听 这就是我们的佛性的神通变现 所以不要听神通 就以为那种不可思议的 那才叫神通 然后那个不是旧情 那个是禅定的一种附属品 但是我们真正 大家现在能够听能够看 这都是我们的佛性在其作用 所以我们要去看着它 那说到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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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